音樂 經典女孩 應援舞跳起來 真的好想贏義大利隊 滿可愛的口號 但是我們還在討論 要不要喊出來那個口號 她剛剛講說 義大利超美麗 我特別點了義大利麵 就是讓義大利 就是可以吃進肚子裡 然後重點是 我們還沒有把它吃完 然後走路繞圓圈 因為我們想要讓義大利 吃不完逗得走 想吞下義大利隊的不只他們 準備進場的球迷出招 買來鋪滿大塊鳳梨的披薩 上面有鳳梨的披薩 想要讓義大利 吃到台灣鳳梨的厲害 台中行大搭上經典賽熱潮 為警犬端出特製餐 綠白紅三色特餐 水煮過的花椰菜 蛋白紅蘿蔔打碎拼盤 有狂嗑義大利的含義 警犬整盤吃光光 還記得在首會聯絡部 帶學生一起瘋棒球的 老黑老師 這次他帶著學生 親筆收寫卡片 卡片上寫著 小學五年級的我是您的粉絲 雖然沒辦法每一場看您比賽 但都會看電視轉播 看見九號上場 心裡都有不經意的小激動 孩子們就說 可以寫給國手嗎 那我就答應他們說 好 如果你們寫得非常棒 那我們就一起寄給國手 所以後來就結合了這個旅文課程 書信應用的單元 然後讓陪孩子寫信 給今年賽的國手 彰化憲甫還寄出季品文 中華隊贏對手一分 就送出一百碗礦肉飯 在地小吃業者自主加碼 要透過美食力量 為選手助攻 三連選中